郭总 到了 这女人 不好意思啊 这对狗男女 这位小姐 长得跟江小姐一模一样呀 这 谁呀 你他妈 笑我 不过就是一个爱莫虚荣的贱户 有什么资格打我 要一百万彩礼 就爱你虚荣 郭敏哥 闭嘴 这里哪有小三说话的 就是没给你一百万彩礼 就带着叽叽加叽 莫莫叽叽的你有病吧 那你当时给我呀 给我我做什么都行 可以承受你 别人都行 我来整 郭总 你看什么呢 这鸡还像不像 我为什么要这一百万彩礼 你知道吗 什么都不知道就在这狗角 要是有能力 你就去找一个 那给你一百万彩礼 这一百万 一百万 一百万 所以 你自己太过分了 你怎么办 你没事吧 你没事 我没事 你没事 我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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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 啊啊啊 長這麼到第一次有人拿錢找我 哈哈哈哈 錯過了 都給你想了吧我真的就這麼多了 不多 這錢是可以收的吧 啊 總之帥哥謝謝你幫忙 江湖再見 咱不是要結婚嗎 我剛不是把片手已經給你了嗎 不是我當成的 哎干嘛 我的未婚期失蹤了 我希望你站在她的位置 直到我找到她的位置 這裡是50萬 失蹤之後 再給你一百萬 也上癮了是吧 爸總人社交難 你如今幾歲了 區區50萬啊 10個億 那我就一家人不說兩遍話了 你這10個億太死了 這樣吧 我只收你99萬才的 你長長長久久 余生請多指教啊老闆 多久一會兒 我竟然真的為了錢 和一個只見不平面的男人結婚了 老闆 說好了啊 事成之後 就是離婚 只要你讓我滿意 獎金少不讓你苦 沒問題 比如合法的一顆肚子都那麼久了 還是說你讓我追究 你婚前非得我的行為 啊 道歉老闆 有什麼是 曉得能為你做的嗎 道歉就明白了 不過呢 現在有一件事情 需要說您去我便宜 什麼 去哪啊 見家長 哎 這不是去我家的方向嗎 對啊 上門提醒 作為我孤實的女人 不只可以有劇委的神 你想要什麼我的媽 財力也沒好的 這個很成長 你家裡只有那對貪財母女 還要給他們送財力 你爸得了重幣 我沒錢 你套錢給他治病吧 怎麼可能沒錢了 我爸之前賺了那麼多錢 不都讓你存起來了嗎 我早花光了 現在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你和蘇俊明趕緊結婚 拿彩禮錢給他看幣 走 我們先進去 他們等一下會帶著彩禮上門的 真正在乎我的人已經不在這了 也就不需要什麼醫師或彩禮了 作為固實的女人 儀式和彩禮都必須要有 走吧 謝婉你還敢回來呀 我為什麼不敢回來 還帶來個野男人回來呀 穿的倒是人模狗樣的 這西裝他不是租來的吧 你這個賴表我家不走的虛虛鬼 你能掏出幾個錢 謝婉 我們好不容易跟你說的婚事 讓你講紅了 你又帶這個窮小子回來 我養你 是讓你氣我的嗎 你養我 將來會 養我的是我爸病逝的妻子 而不是你這個才住到我家 不到一年的後媽 我不管 你必須向蘇俊明道歉 然後跟他結婚 拿到一百萬的彩禮錢 他的家人就是這麼對待的嗎 窮小子 你這西裝 昨天挺貴的吧 為了謝婉花這冤枉錢 你這腦殘養 我估計 也是隨了你那不值錢的爹吧 賤人 你敢打我 打的就是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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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啊 別吭我 我不打女人 但為了謝婉 我可以破例 你 这 这些都是彩礼吧 加起来得有一百万的呀 看样子 相亲的事情还没谎 我要抓住这个机会 谢婉 你看人家居民多有钱 你再看看你旁边的穷小子 就是把肾卖了 他都不值几个钱 这些东西加起来 怎么不着也得有一个亿了吧 就你们说那个什么苏俊明 他能给得起吗 别说一个亿了 你恐怕连十万都拿不出手吧 真没想到 这个俊明还这么有诚心 除此之外 还有一千万的现金彩礼 以及三套夺动别墅 妈 好多钱 好多钱 好 这么情是就这么定了 夏兰慧 你是嫁闺女还是卖闺女 你给我闭嘴 人家居民都不计钱嫌 还给咱送礼 你自己收拾收拾 明天就嫁出去吧 还有你旁边的臭小子 现在就勾滚 既然谢家不欢迎我的话 各位 干什么呀 都别走啊 谢 谢婉 这是居民送的礼啊 你们去找那个什么苏俊明吧 嗯 先许能给得起这么多 谢婉 赶紧把她拦住 谢婉 别忘了 你爸的医疗费 谢婉 别忘了 你爸的医疗费 夏兰慧 你不要搞错了 这些都是我老公送我的 不管我接受不接受 都与你们没有半分钱的关系 谢婉 你别装了 你怎么可能找到高付税 哦 不好意思 我还真就找到了呢 怎么会 你是谁 你们啊 不管是食物 还是食人 你看光中的不是一般的是吧 对 我也觉得 老公 咱走吧 你不要在这儿待着 走 谢婉 谢婉 你爸 谢谢姑姑养了你这么多年 他现在有病了 你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了吧 一二三 我会给的 谢婉 你们这么多彩礼 给我几百万不过分吧 好啊 你多久死了 这多久 谢婉 哎呦 谢婉 你跟我回来 哎 谢婉 哎呦 谢婉 你跟我回来 哎 哎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 哎呦 现在是故乡 对 我们现在是夫妻 做戏都做什么 老婆 知道了 这男人到底什么来的 您就是小然吗 爷爷 他就是这样人 我问你了吗 你总是带了一个和小然长得像的人回来骗我 如果这是还是假的 我让你身边的这个女人吃不了动着手 难怪什么大方 给黑卡 有钱拿没命花 我再问一遍 你是小然吗 啊 爷爷 我 爷爷 我从小在福利院长大的 我现在改名字 叫谢吧 那你小时候的事你还记得吗 抬起头 让我仔细看看 确实很像小然 特别是眼睛 总算什么混过关了 爷爷 您也被他骗了 你有证据吗 证据啊 我没有啊 但是证人我有 我找到了真正的江然 幸好老妈投风报信 才勉强要来人 那人激励 应该问题不大 爷爷 我可想死您了 爷爷 别说话 别笑发挥 爷爷 这是我出门前 我爸妈让我给您带个特产 爸妈 将来的帮帮不是去世了吗 爷爷 他他刚才只是太激动了 我们聪畅记忆 聪畅记忆啊 不是 是我爷爷 我刚刚太激动了 说出露嘴了 我爷爷啊 可想您了 哪天我让他来讲解续就 够了 贤眼报 你给我闭嘴 爷爷你听我说 你长得有骗啊 爷爷 我们 只能从小时候的照片来判断 江人现在长相 他现在不是长开了吗 大哥 江人好歹是个千金大小姐吧 你怎么带回来一只土妞啊 我问一个真江人知道的问题 来考考你们 江人小时候打碎了一个花瓶 你们知道什么颜色吗 蓝色的青花瓷 回答得这么快 幸亏提前买通了老管家 才能了解到以前的江人 爷爷 故事在这边 支支吾吾吐吐不出来一个字 谁是真的江人 显而易见了吧 爷爷 你快把这个土妞赶出去吧 爷爷 我那时候还小 也记不起什么事情 不过 你能把颜色记得这么清楚 还记得它是青花瓷 把这个女人给我偷出去 爷爷 我不知道它是假的 我也被骗了 不是你干啥呀 还没打的 那江人让偷了 闭嘴 爸 不用再狡辩了 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最清楚 爷爷 我这不是看您太想江人 我才这么做的吗 既然这样 你就继续找江人吧 明天的晚宴 有故事陪我出席 爷爷 明天的晚宴很重要啊 带着个女人滚 我现在不想看到你 哎呀 走 做得不好 现在都不快点 你们不要高兴的太早 我还是不相信 你就是江然 我 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我跟他是在看客观偶遇的 资料交叉显示 他被福利院收缆的时间 和江然失踪的时间前后相差不到一个月 所以我怀疑 他大概率就是江人 这么巧 从今天起 先晚安静顾家 如果让我发现 你也是怀着目的 冒充江南的 哼 所以你一开始就准备了资料 说服了链子 刚才提问的时候才没帮我 回家水深 我也想知道 你是不是不灵魂应该 我也威胁你你不怕吗 怕什么 我就是江然 你呀 真是个凶大无脑的蠢货 都是因为你 害得我不能参加晚宴了 不能有机会去谈合作了 这下倒好 他们只能看到故事 看不到我了 他 你搜手 你翻车跟我还关下 干啥 还想打我呢 我告诉你 大青都完了 一天天都变成二个内处 写着你 江然 我倒要看看你装多久 那 这以后 就要你放家了 我们两人之间的约定 不能被你再来 不是童小熙那么简单吧 我看你们全家人都对江然很重视 我爷爷的朋友 在离世之前 特地主动过 招呼我江然 结果 江然在小的时候失踪了 这件事情一直是我爷爷的心结 现在我爷爷年纪大了 我希望可以完成他这个心愿 收拾好过来吃饭 你住这一间啊 江然 以后请多多关照 啊 多多关照 哎 故事到底给了你多少钱 我出双倍 这次王花费 以预期 请及时表费 抱歉 我很贵 支付不起 啊 你他妈有编子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 叫真爱我们家 哎 你 终于通过这家公司面试了 谢婉 你有什么在这儿 这不是在顾家害我 爱打那个表子吗 叫谢婉 剧名介绍你进来的 还是个关系户 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 你好 我是销售部门的崔主管 顾总来了 顾总来了 快快快快 快 顾总 顾总是空降过来的总裁 之前一直在国外管理总公司 前几天才回国 最好呀 别动什么勾引上司的坏心思 你们这些人 给顾总提鞋都不配 不到 我 您明白吗 您明白吗 我是这里的服装总设计师 你的工作就是给我泡咖啡 然后给我端到我的办公室 并且把我办公室给我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一片叶子都不能有灰尘 张一怎么不给我安排活 就让我打砸 给我也泡一杯 你自己是没手吗 谢婉 还没搞清楚自己是什么地位呢 你是个新人 你就该听大家使唤 给我们跑腿 懂了吗 公司哪条规定新人必须做这些 我自立比你老你就该听我的 可你是销售部的人 怎么着也管不到设计部的员工 是的 你到底是什么地位呢 就好 了吗 你是个新人 你 你 顾总不好意思啊 跟我来 听说顾总在国外总公司的时候呀 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 但凡员工有一点错就开除了 先任总是来得快 去得也快 怎么样很疼吧 对不起啊 刚才我就应该把咖啡 喝到那个主管脸上 加油 都总成这样了 忍不住想逗逗的 怎么样好多了吧 不同了吧 对不起 你还在这演呢 我都没使劲 你婚什么呀 老婆 我 你在这叫什么老婆呀 又没办法 不用联系 你还是自己猜眼吧 天天做办公室怎么锻炼的 看什么呢 你干什么呀 顾总 对了 顾总 你竟然不主动问我刚才在茶水间发生什么 那我自己说了 我知道作为一个信 我需要学习很多东西 你应该学习很多 但是我不认为 我只能做这些端茶倒水的事 我不问 是在等你自己开口 你觉得有哪个员工第一天 就能被老板关心的 这毕竟是顾手 说的没错 但怎么总感觉 他对我有点生气了 好的顾总 我知道了 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啊 顾总 你的眼神都黏在夫人脸上 多拉丝了都 把张艺给我叫过来 今天的事情 不要急着过 是 啊 谢吧 顾总你说那是 顾总让你多钱了吗 不就要把你开了吧 顾总他 大人有大量 只不过是 让我整个毛膏给他 顾总像是缺一件衬衫的人吗 谢完 故意把咖啡泼在顾总的衣服上 怎么勾引他 我可从来没这么想过 不过崔总管 你能说出这样的话 是不是因为你是这么想的 我是因为喜欢服装设计 才来到这家公司的 并且我只想做好我的本职工作而已 至于顾总 他不是我喜欢的 这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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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他竟然敢工人挑衅上次 他是男人在水上的吧 一天得罪顾总两次 我看部组的那件色都被谁摆得开了 怎么 那不說了 我都聽到了嗎 那我說了 從今天開始 本公司的所有員工 不能用自己的職位 欺壓 或者隨意使喚下手 各位記住 我是在給大家招攬人才 無視雇佣人 你們把心思 好好的放在工作上面 不要搞那些有什麼配的 你是不是 都用結婚了 再考慮一下 李先生 人都走遠了 還看什麼話 這工作能力 倒是沒體現出來 告狀的本事倒是有了 告什麼狀 別裝了謝婉 原來這男人 刀子嘴都不親眼 張設計師 你總是讓我做一些 端茶倒水的活 我也沒有機會 展現自己的工作能力啊 想要機會是吧 我給你 顾總都出學硬著 不讓大家問給誰 你看 我是總設計師 不買一個設計的東西嗎 誰讓他跑到後 就給你錢發告 郭總 人家 你肯定是在後面 你肯定是在家做中心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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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你腊子 不然你肯定是在家做中心說的 吃東西 你肯定是在家做中心說的 不然你肯定是在家做中心說的 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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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那我先下班了 唉 Вы 打工人哪配吃饭呀 大哥你还是人吗 想吃饭还不下班 郭总 你没有上司 我有啊 这都是你画的 对啊 不然呢 这总设计师一直说 不满意不满意也不说什么原因 那我只能一直画了画到他满意为止 现在就怕他选的还是最初那半 行了 不用画了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画的不好啊 挺好看的呀 哈哈哈 你说的是我还是他 你和他都挺好看 我现在严重怀 在呦呦呦 你不会真的想要我在这儿和你加班老天药吧 有什么话叫姐 那这种 对 你跟我别生 跟 加班吗 不愿意 我现在只想和不愿意 你 好 姐 來給你 老闆我的靈魂呢哎來了快 嗯 謝謝美女平時一個人今天兩個人啊 這個老闆你哪都好就是發的 來老闆 老公 老公 怎樣 你尝尝他们家串真的可好吃了 方圆石里他们家串最好吃 尝尝 好吃吧 好吃吧 是不是还不错 谢婉 这个劲儿 谢婉 我现在心情非常好 我建议你原地消失 可笑 你要不要脸 不是你舔着我要一百万彩礼的时候了 怎么 现在换人天了 你当初跟个舔狗一样赖着我 怎么 现在还有脾气了 你忘了你当初天天都在我公司门口 没日没夜跟我打电话的时候了 怎么 老子满足不了你了 你换了个金主 怎么着 他给的价格更高 你闭嘴 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啊 他是恒泳集团总裁 恒泳集团 还总裁 那可真是巧了 我家宝贝也在恒泳集团 要不我借助给你们认识认识 宝贝 来啦老公 啊啊啊啊啊 走 不好意思 他他喝多了 我们马上走 马上走 走什么呀 你快走 你快走 走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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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能有什么事 你不至于为这两个社会败类 然后自己手气 其实你很在意 对 我就是很在意 他说的也都对 我就是施力言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财力 我也想要脸 可是脸值钱吧 根本就不值钱 他根本就制不起我躺在病床上的爸爸 也付不起那昂贵的医药费 我想打工挣钱 所以我只能拼命地设计 我想被人看到 可是没有什么看法 我靠自己的努力 进到自己 心仪的公司了 我以为可以带展我的才华 可最后呢 所有人都把我当成了眼中的关系户 你确实是关系户 您可是顾太太 我知道你很想靠自己 但是现在 其实你有我 关系 整一个 整一个 多大的面子啊 居然让爷爷等你们吃饭 这样的货色也能冒充将人住进顾家 介绍一下 这位是顾义的母亲 孙琼 阿姨好 这媳妇怎么当的 不知道什么叫安分守己吗 好 阿姨 我虽然已经嫁进顾家了 但我有自己的工作 下次我尽量 收拾不迟到 是我要懂她的 我支持她有自己的工作 而且 我很欣慰 她是一位优秀 且独立的女性 行了 吃饭吧 我 你还记得我小时候抱过你吗 阿姨 小时候的事情我都不太记得了 原来又是来试探 那喜欢吃什么菜应该不会忘吧 毕竟一个人虽然没了记忆 但是口味是不会变的 但是我小时候在福利院长大 这能吃饱就不错了 哪谈得上喜欢不喜欢呀 忘了没事 口味变得也没关系 吃了那么多葡萄 你以后我能出房 多做点你想一世子 既然什么都记不得了 那怎么证明自己就是姜燃 一开始我也不相信 自己就是真的姜燃 直到我看到了爷爷 我有一种 莫名的亲切感 你居然为了巴结爷爷 说爷爷亲切 谁不知道爷爷是出了名的眼力啊 再让 到这么几分小燃的样子 你们两个小时候 就觉得我很严厉 只有姜燃这个小丫头 觉得我 吃想喝 老是让我陪他玩 你不怕我 这一点 真的和小燃很像 我记得姜燃小时候很可爱的 不像这个戏丸这么野蛮 野蛮点不好吗 不会被人欺负 哟 你要是讨人喜欢 谁能欺负你 滚出去 不准你待在狐狸院 为什么 看着就是讨大人喜欢的样子 要是大人们先把你领养走了怎么办 领养了有什么用 现在贪吃了一个这么恶毒的猴马 谁娶了你啊 那不得倒霉死啊 倒霉吗 我不觉得 大哥 你娶了这种女人 以后有你受的了 不用等以后了 什么 妈 你居然不问我那意见 就和他去领战 我和他结婚 跟你有什么关系 大哥 你的意思是 和爷爷也没关系 你这当了总裁 都不把爷爷放在眼里了 你结婚居然没跟爷爷说 故事 哎 你的国外呆久了 居然思想没这么开放了 自己做主 就把婚居结了 你爸妈知道吗 爷爷 这件事情 我想等我出国的时候 自己给我们来解释 至于结婚这个事情 并不是以后思想开放 我第一次见到现网的时候 我就知道 这大概就是一见钟情吧 怎么回事 明知道他说的是假话 但我心跳得好快啊 谁信啊 也是 你从小和将来都要好 要不然 也不会结娃娃亲 这么一看 你确实有点般美 结就结了吧 故事 你不要以为你这么说 爷爷就不会跟你计较 你自作主张结婚的事 我知道爷爷生气了 她没想过 好吧老公 妈 故事到底几个意思啊 她就是故意的 證明那个女人就是姜瑞 甚至不惜跟他结婚 你结婚 你没跟家里人说呀 你结婚跟家人说 我家里情话不说 我也是 你跟你的 七分之马关系那么好 但是现在咱们俩结婚了 等他到时候回来了 会不会吃醋 我本身对姜然就不是男女之情 只是儿时发小妹妹而已 即使姜然回来也无所谓 只是为了弥补爷爷多年的遗憾 她在疑虑什么 我这是问了不该问的 不知道 什么叫不知道呀 你今天问这么多 你不过是吃醋了吧 我不喜欢吃三的 倒也在想什么呀 是爸走吗老子 就是跟正常人不一样 是啊 也不管咱正常人的死活 你怎么打人还带招的呢 你还是个女人吗 我就打了一下你就受不了了 你还是个男人 你 你 不行 我不能给他留下把柄 哼 故事给了你什么好处 让你下血本打也结婚 我上回不是说了吗 他给了我真爱 你脑子没病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根本就不是姜然 你和故事之间 肯定是做了什么交易吧 看样子这人有点脑花 但不多 对 我就是跟他做了交易 爱情卖卖 你要不跟我吧 他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人 在这脚跟都没站过 给你的东西 有限 嗯 嘿 嗯 嗯 你 啊 啊 啊 因为福利院受过欺负 特意许了三大 没想到今天拍上用着 你是你嫂子 我错了 你拦着我他妈呀他调戏我 他跟我没有是他勾引我 你从小到大是不是没照过镜子 我打红了 疼不疼 啊演戏呢 是不是很疼 走擦拥去 好的老公 你们两个我都被打成这样了 你们说走就走啊 没看到我在关心你嫂子吗 在我面前秀恩爱有意思吗 很有意思 你还要继续戴上吗 理了个大婆 怎么打这么狠 他对我动手动手 打得不错 他对你动手动手不可以 我就可以啊 这怎么老是这么吃飞啊 你还不走啊 这是我房间 我上哪儿去 那你让我搬进来 你们这么大的别墅就没有一间客房吗 你可想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假夫妻呢 那 今晚怎么睡啊 宠王就这么一招 树沙发吧 总比睡地少 睡吧 明天还在工作呢 他居然主动睡沙发 好像也没那么流氓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过来睡吧 只要不碰我就行 你结婚为什么要跟家里人说啊 把你给讲了呗 应该说的是故意吧 毕竟我和江人长得那么像 那万一我演技不好暴露了 岂不是吃亏了 希望你的表现完全超出了我的预估 可恨我都不愧 等下说了 明天还上班呢 希望 希望 他没有听到我的心跳声 我不是说你刚才会的 他没有听到的 我听到我听到你的心跳声 我听到的 他不会听到你 他不听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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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听到你 不听到你 嗯 啊 那 不好意思啊 我忘记我已经结合了 这么大个人 睡觉这么不老实 接点话呀 啊 啊 喂 谢婉 你跑到哪里鬼混去了 我现在已经结婚了 我去哪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想过了 你就是在骗人 谢婉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找人演一出戏 难怪彩礼不敢送人 恐怕是租来的吧 你给我回来继续相亲 不管对方提出多么过犯的要求 你都必须给我嫁过去 江兰慧 你不是还有一个女儿叫谢妍吗 你可以让她嫁呀 这么小样彩礼 赶紧让她嫁 谢婉 上班迟到了 是那个男人在说话吗 对啊 是我老公啊 谢婉 你这藏着掖着的肯定有鬼 行行行啦 我上班迟到挂了 我还想一下 刚才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不会生气吧 你刚才叫我什么 老公 你为什么 你什么 谢婉居然找着工作了 怕不是什么扫地保洁吧 这事情啊太乞求了 关键我们现在也找不到他呀 有一个地方 他一定会去 爷爷早 早点睡觉也好啊 大嫂应该都没睡过这么好的房间 怕是高兴得睡不着了吧 上班太累 倒头就睡 你还上班 在哪上班 我在恒永集团 这不是大哥一手经营的公司吗 跟我没关系 在我接手的一家公司之前 他就已经通过面试了 只不过入职流程比较繁琐 昨天才开始正式上班 这样也方便 以后可以一起上下班 不用了爷爷 我自己坐地铁上下班就行 我也不想因此 受到任何的特殊待遇 毕竟我在公司里 跟顾时是上下级关系 如果被别人看到 我们一起上下车 我怕影响不好 很努力 考虑得也重拳 赶紧吃吧 还要是 真的把这老东西胡开心了 以后也能分到顾家的财上 那我拿着起来是更适合的 喂你好 你好谢小姐 请您及时缴全特别医疗费 忽然会耽误病人进场 不是已经交了吗 谢小姐 我们这边并没有收到您的缴费记录 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来医院查询一下 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江南慧居然骗我交了医药费 他是真的想爸被病痛折磨死吗 是要我载你去地铁上吗 不用 老公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收 就是 我想跟你 一支一部分钱 可以 借我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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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外了 怎么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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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哇靠 他好像是 他系他的 他妈系我 答应的事情 走 还看呢 旺福石我稳定比他好 你要不要试一试 快走快走 别离这个疯子 居然打全款 居然忘给你备住了 好 不走 豆腐还蛮有意思的 顾总 快到公司了 别笑了 快要回你的车 走啊各位 谢娃 老板 这么垃圾的设计稿 你还好意思给我看 你干脆别做服装设计了 张设计师 你应该指出我的问题所在 而不是一味的辱卖人工 如果每次都要完完全全 给你讲清楚 那我干嘛不自己设计 我要你做什么 可是我一味的反复修改 也是在浪费时间浪费公司资源 怎么这么少 郭总怎么来了 怎么先来每次都这么倒霉 这会是现了自己的问题 郭总刚上任 郭总来视察一下工作 怎么了 郭总 我按照您的吩咐给他安排了工作 可是他完成的很差 很差 这都你画的 对啊 不然呢 完了 郭总冒不生气 张现在的员工能力不死 郭总肯定生气 那咱们不会也跟着倒霉吧 把他的设计保给我看一下 画的太垃圾 我直接给丢垃圾桶 你就算再不喜欢我的设计 那也是我的劳动成果 凭什么随便扔掉 那麻烦您去垃圾桶翻一下 他在帮我 传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完之后给点意见 这个设计的也太好了 为什么会被弄成费宝人票呢 这也太扯了吧 这样看来的话 倒好像是总设计师的 见识方式 可能是我最近工作太累了 没看清楚吧 行 那这样 我给您放一个长假 您回去休息一下 郭总 可是现在公司的产品方案 都是以我设计为主导的呀 哎 你们看 这个稿件和之前张设计师的稿件很像哎 这不是一个模式刻出来的 进程很明显是他的更好啊 把他的东西拿过来 我 我的稿子是在大学时期的原创 你的呢 这稿子我很早之前就设计出来了 怎么证明 凭什么要我证明 你抄袭我的稿子 你还有理了 从设计灵感到出色 到修改 以及最终的成品品 都被装进哪里大里 放进我老师那边 我随时都可以拿出来 那你呢 我设计了那么多 怎么可能都保存到完好无损 你拿不出来 是不是因为你是抄袭的 根本就没有重做过手 我说你这些三宝大 难怪每次讲设计方案的时候都很差 原来是抽来 杀了不是 张设计师 您是要自己出去呢 还是我叫保安请 好了 现在设计师的位置空缺 我会选一个 有能力的人 一柔 恭喜你进身为新的总设计师了 真是查房出喜讯生了呀 没有啦 我还有很多要学题的地方 希望不会像张一一样 又喊我打杂 新婉 你的设计很漂亮 谢谢 也恭喜你生日 顾总明辩是非 人挺好的 公司好多小姑娘 都想嫁给这样的男人呢 说不定 她已经结婚了呢 那大家 肯定都很羡慕她太太吧 没想到 太太就在你面前吧 是啊 我也羡慕 下班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正好有设计的时候 想找你聊聊 好啊 新婉 顾总让你去在办公室一趟 下班了还叫你 简直是能莫木形的上司 你刚才不是还说她人好吗 行了 下次吧 下次有机会一起吃饭 好 去哪儿啊 吃饭 你不是找我有事吗 吃饭啊 我们上班的时候是上有机关系 现在是夫妻 吃饭的吃饭 葛葛思思 搞得像刚刚是那个情影 我们不是吗 老婆 为什么她每次叫我老婆 心跳都会这么快啊 谁 谁 谁跟你谈恋爱了 我们只是结婚了而已 这么说更奇怪了 可以走了吗 老婆 新的设计师感觉怎么样 徐玉柔吗 她跟我说她想嫁给你 她今天跟我说 她很羡慕顾总的太太 我说我也是 她有人羡慕自己的 徐玉柔呢 我感觉她人挺好的 她今天还约我吃饭呢 说跟我聊一聊设计师的事 嗯 但是 被这个某人给阻拦下来了 上班时间谈工作 下班时间谈恋爱 没谈恋爱 嗯 增进夫妻感情 嗯 不过说起来 我觉得你的设计风格 和我认识的一个人很像 哪位设计师啊 W W 自从妈妈离世以后 我就没心思设计 也没再用过W这个名字了 没想到还有人记得 你见过她吗 没见过 但是呢 我一直很想跟她合作一次 只不过我给她的邮箱 发信息一直没有得到回复 想不到吧 本人嫁给了你 还就坐在你面前 那你为什么那么想跟她合作呀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设计图的时候 有一种灵魂契合的感觉 许欢到这种地步了吗 嗯 啊 当然 我并不是说你的能力差 反而是好的 只不过在公司是公司公办 嗯 其实我身边除了我妈跟老师 已经没有人这么夸奖过我了 你以后会受到很多夸奖的 谢谢她设计师 哎呦喂 我说呢怎么不回家呢 原来是跟男人在这吃好吃的呢 该死 没想到这个男人真的这么有钱 谢婉凭什么能和他吃饭 谢爷 我警告你啊 别逼我在这里删你 这位帅哥 你知不知道谢婉是个屎乱中气的女人啊 她就是个败居女 因为嫌财力少毁婚了 所以才来勾的你 她呀爱慕虚荣心里只有钱 很巧啊我也只有钱 怎么样 说完了吗 请出去吧 打扰我们用餐了 这男人在给人撑腰这方面 做得真的很不错 敢让我滚出去 你以为你谁呀 谢爷 你够了 谢婉你别得意 像她这种男人最不缺的就是女人 等她玩腻了 就会毫不灵情的把你抛弃 你个小贱人 对 你是想跟我在这里打架吗 我这个人就是没轻没重的 如果你非要惹我的话 大可以试一试 你那女人这样你都不管吗 跟我没关系啊 我务双全挺好的 服务员 我被女生的顾客打了 这话给我一个交代 不然找你们老板投诉去 你好 我是这里的经理 请问有什么事 如果你今天不把他赶出去 我就告诉你们老板 老板 对 我和你们老板是好朋友 你们要是怠慢了我 我让他开除你 请问你认识我们老板吗 那可不 赶紧把这俩人给我赶出去 我怎么不记得 我有你这么样一个朋友啊 什 什么 把他拉入个名单 是老板 下去请新的离开 你这对狗男女给我等着 这家店 也是你的 也可以是你的 我们两个人结婚了 我们可以共享一切 这个叫夫妻共同财产 老板娘 死 还以为那男人多有钱呢 不就是餐厅店老板吗 有什么好拽的 真是没见过识别的东西 几顿饭就让男人死心塌地 妈 你都不知道我今天有多丢脸 带你逃回来 为你你从哪闹这么多钱 可别 可别做什么傻事呀 放心吧爸 我找到了一份待遇很好的工作 老板人也很好 还提前给我预设了工资呢 那就好 怪我 怪我生命把家里的钱 都摆光了 哎 爸 你别这么说 活着 才最重要 都怪江南慧那顿母女把所有钱都堵囤了 爸还以为是自己的药费太贵了呢 我又不能说实话刺激他 你个白眼狼 连自己亲爹不共和别的男人会混 连自己亲爹不共 却和别的男人玩 看不出来啊 竟然是无效 他一生这种女儿真是倒了蛋了 江南慧不是从来不关心爸的病吗 怎么来医院了 你把你爸一个人扔在医院 你还是人吗 江南慧 最没资格受的就是你 这么吵啊 你们大家快来看呀 他仗着我是他的后妈 不待见我 他欺负我 你爸辛苦养你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 就是 就算是后妈也该对的好一点吧 这个 在这儿啊 现在我倒成那个恶人 我昨天没来医院 我是去重新的 我以前把医药费交上了 你别胡说八道 你哪有钱交医药费 这里去医院 大声喧哗 医生 他这是把医药费交了吗 谢小姐的前几天就已经交过医药费了 如果不付另外的话 我们本周就可以动手术了 是怎么可能 谢小姐的前几天就已经讲过医药费了 如果不付意外的话 我们本周就可以动手术了 这怎么可能 你把钱拿去私吞了 以为我就没有钱 来交爸的手术费了吗 我错外人家 要是没来过医院 医生怎知道他叫什么 早该知道 这个老女人大呼大叫 真是不过分 没想到体检 碰到老熟人了 您的指示一切正常 谢小姐 我有事和你商量 我们换个地方吧 这个女人还认识共义 谢婉 我大概知道你为什么和顾时结婚了 这只是他的猜测 只要我不承认就行啊 想要钱找我呀 我有的是钱 我根本就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呀 你信不信 我现在立马查你的账户 我就知道你的交易金额 查呀 一百万就这么少啊 故事也太抠了吧 你先看看时间 那天在你家门口 我们接完完 太高兴了 就给了我一百万 啊对了 这只不过是我们夫妻之间 续而爱 就你想 什么 谢婉认识故义 原本想让谢婉在医院丢脸 然后把她带出来 交给那个老男人 路易半路出现 把她带走了 那怎么办呀 我们彩礼钱都收了 那个老男人知道 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呀 既然谢婉和故义认识 我们就不能动了 爷爷 你把彩礼还回去吧 你不是 妈 彩礼钱我都花掉了 退不了了 别担心 我们还有办法 哎 哇 哎呦 还会不会上行程了 又不是真行 还没闪开 哎 给他乐饭了这么多代谢啊 嗯 嗯 您好 我是 给他乐饭了这么多代谢啊 哦呀 快放了 嗯 嗯 知道 老婆放一箱 我 你怎么办 不是用达不了的账号回复邮件了吗 你刚刚没事而已呀 嗯 怎么了 发什么事啊 嗯 故意 知道我们的交易内容了 不过 我什么都没承认 我知道了也没有用啊 他证明不了我们是假的 那 你记得江燃有什么 明显的特征吗 哦 不是 我只是想确认一下 我可能 是真的江燃 这个我帮不了你 我对他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 现在能够记得他的 应该只剩下以前一些 照顾他的长辈了 比如保姆什么的 江燃失踪之后 保姆已经被辞退了 如果我们现在大费主张 去找保姆了解一下江燃 这等于是在帮故意依照证据 风险太大 我们是青梅中网你还清楚 怎么感觉他好像是在吃醋 莫名其妙的被清了一下 不清 不故意在这呢吗 啊你给谁看呢 嗯 你变脸红了吗 嗯 变脸红了 不可能 那我还不是为你清 都怪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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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记得什么以前的江燃 我以前只有你喜欢 真的吗 妈 那个江燃肯定是假的 故事给了他一百万 他就答应来假装江燃了 你说是什么江燃能做的 其他人做不了的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提醒我了 爸 你还记得小冉有什么不爱吃的吗 当然记得 他不吃胡萝卜 因为小冉就有胡萝卜过敏 今天这面包里有胡萝卜汁 你怎么一点事都没有啊 朋友 怎么一说过敏就开始装了 小文 小文 姨月 今天这事啊演的可真像 你们吓了吧 他这个样子像是演出来的吗 家里从来没有用胡萝卜汁制了的面包 来来把厨子叫来 我看看到底是谁下的面包 你想啊 该是怎么样 小时候吃胡萝卜脸就很红 没想到是因为过敏 我现在肯定很臭别看我 好可爱 我老婆挺漂亮的啊 那那只是交易吗 那这个男人 为什么这么担心我 但是之前 我不知道你和姜然的过敏是一样的 是我的舒服 不好意思 嗯 那不正好吗 正好如果 就帮我打成一棒 如果是这种方式 来承认的话我觉得 大可不必 叫医生 你们再检查一下 就算你们怀疑他的身份 也不能用这种方法去试探 爷爷 说不定他和顾时一起传统好 骗我们的呢 医院的报告单就在这儿 确实对胡萝卜过敏 一个人再怎么样 也不可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你想到还帮了那对狗男女一帮 让爷爷相信他就是江人 小婉 你的身体怎么样 爷爷我好多了 放心吧 身体没这么大 你的孩子 从小就懂事 爷爷 那是他的问题 等等 我还有话对你们两个人说 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 你们也结婚这么久了 你们打算多久让我抱上重孙或者重孙女呢 你们打算多久让我抱上重孙或者重孙女呢 呃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还是看完的意思 居然把烫手的山鱼扔给我 爷爷 这么重大的事情 我得跟 他在商量商量 现在不就是在商量吗 爷爷 我才刚回国接网公司 还有很多事情你处于脱盗 我觉得这个时候晚上要是怀孕 请长假的话 有些不多 我又没说 叫你们现在给我生一个出来 我又不是那种自想孩子的老顽固 我只是想问问你们两个年轻人 接下来的计划 你们是什么情况 你得吓得我这个老人了 哪天突然抱我孩子回来 那爱得了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一年 好 那就一年 我等你这个好消息哦 哈哈哈哈哈哈 不算清楚啊 我合约里可没有这一条 我老人而已嘛 他脸要是真有孩子 会不会很可爱 像你这般大 我联系了 我联系了 警察走跑询问了周围的所有人家 我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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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总的 少点什么 原来是这个臭男人跑到外上出差去了 我说我赶紧少点什么 啊 我在这高兴什么呀 你不喜欢他 我们只是协议婚礼 对不能到这 你今天中午 跟谁吃饭去了 跟徐车就一起吃饭 我们聊的可开心 聊什么呢 我们聊 你问我这么多 你是担心我会出轨吗 还有这么多呢 你非要吃我这个啊 我就要吃 我觉得你吃不得比较甜 我就要吃 我觉得你吃不得比较甜 那那给你给你 他不会以为我是真的想吃蛋糕吧 单诚哎 就你这样的吧 还出轨呢 哎等等等什么 我这样我这样吃什么呀 奔呗 哎你才问的你是大奔的 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我错了 我错了 吃蛋糕 我还说你蛋糕买的真好吃 真难道呢 你都给我吃了啊 过年的时候 弗力安定的一个大蛋糕 结果蛋糕不够分了 他说他不喜欢吃蛋糕 就把他的那块蛋糕都分给其他小朋友了 这个大蛋糕好看吗 各位各位 我来宣布一件事情 这周公司要举办晚宴 很多迷流都会出席 顾总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机会 所以我们要设计一个与众不同 令人印象深刻的时装秀 这次的方案呢 我觉得可以交给谢婉来设计 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可以提出来 我没意见 谢婉的设计很有灵性 肯定能让大家觉得眼前一亮 这不易 谢谢大家对我的认可 嫂子 找谁呢 你怎么来了 这么重要的场合 顾佳人不应该来吗 总觉得这人没安好戏 这次的时装秀不是传统的题材秀 而是让我们大家穿好设计好的礼服来展示 现本不是说过了吗 新日的女性就是要自信 每一位女孩都是个决策的公主 都可以穿上华丽的服装 普通女孩穿上也发光的服装 才是真正的好设计 是啊是啊 那句话跟怎么说乱着 美丽并非遥不可及 所以啊 这次我们只要看中了哪套 就去工作人的里面记就好了 真是没有见过这么特别的时装秀 谢碗真的是有点财华在身上的 谢碗 这个和几年前W设计的不是差不多吗 这和W设计的爱像了吧 会不会是借鉴的W 借鉴 应该是抄袭吧 没有经过W的同意 就擅自使用那么多的元素 这样的东西也会出现在这么重要的秀里吗 听说这场秀是有横基盘的大秀 就给我们看这个呀 那这刚上任的顾总裁能力不怎么样 大家好 我是本次宴会的发起者 韩永集团总裁 过时 刚才我在下面的时候 已经听到各位对于本次设计作品的争议了 我跟大家一样 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设计师的风格和W非常相似 不过请大家仔细看 我们的设计师设计的东西是面向于市场的W 他的作品更像是一件艺术品 胡说八道 我连我全身的设计都看不到吗 看不到啊 抄袭到人家门口了 是啊大哥 做人要有底线 俗话说得好 人要脸 树要皮 谢婉 今天 恐怕你很难收场了 这是国内外顶尖设计师 W就是他一手带出来了 那应该不是假的 红勇集团的设计师 抄袭了W的作品 欢迎老师 也有参观演的时候 不可能 真是我的好老师 都一把年纪了还能哄那么大声 来为我主持公道 大家好 我是恒勇集团的设计师 谢婉 也是W 我是恒勇集团的设计师 谢婉 也是W 我是恒勇集团的设计师 诶 他是W 怎么可能 W没必要去公司趟员工 什么人都能冒充W 就是 人家W卖设计赚的钱 全部都捐给慈善机构了 这也是普通人能比 要知道爸后来会病的 我当时肯定不会全捐出去 大哥 这件事情 你要给大家一个交代吧 就是呀 顾大总裁 你今天不好偏私了吧 公道可自在人心啊 就知道这俩人没爱好心 韩老师 好久不见 哟 你还认识我这个老师呀 你去别人那搞设计的时候 怎么没跟我老太太说一声呢 现在今是W 我之前就觉得现在不一般 顾总的眼光真是好 我竟然是W的同事 真是光光药组啊 你还要多上我不知道的事情 下面这两位正义使者 我用我自己的设计原创 还要征求自己的意见吗 有什么好事都能让故事给占 有屁也不早放心 本上海今天有事 改日再说 让我们给谢婉设计师鼓掌 好 初次见你 设计师 那边 可不能让我碰面的 哇 我可以跟你解释的好玩吗 你知不知道刚才 他们提问你的时候 有些时候你要把他们赶上去 啊 其实你不觉得也挺好玩的吗 明天我们可能会出属于我们的绯闻 他标题就是说 著名设计师W是一个狐狸精 然后他把 顾总裁迷得疼疼传 这女孩古灵精怪的 就算是骗我 好像也发不了火 万一他们说的是真的呢 什么意思啊 不会孩子生气吧 要是生气了 那为什么从宴会听出来 手就没松开过啊 所以 为什么也没松开 其实 W的设计 都是在我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 但自从我养母病逝以后 我就再也创作不出好的设计来 就连最后交到公司的设计稿 都是我剪之前的废稿 在耳朵创作的 但是我觉得你 现在的设计必须更好的 那是因为 这都是你画的呢 挺好看的呀 你说的是我还是他呀 你和他都挺好看的 都亏了你 你是第一个夸我的人 W的设计 所以在设计室内也是很出名的 我不知自己也喜欢你的 其实那段时间 我的设计非常地糟糕 我特别怕让喜欢我的人失望 所以我就没有以 W的身份发不出去 但自从丢了W这个光环以后 我就遭到了很多不好的质疑 你虽然不是第一个喜欢W的人 但你是第一个 喜欢戏门的人 对 我喜欢的 就是 对 我喜欢的 到底是啥意思 要是说睡觉还是说人 怎么睡觉也不让日子疤 这个狗男儿 看我想东想西 老公 老公 狗男人说我 怎么会 老公你是好男人 算好男人 骗我的事情 我还没有原谅你啊 你怎么才能原谅我啊 哎 妈 你快看这个 这怎么可能 谢武这个废物 他怎么可能是 一个天才设计师 他要是有这本事 他早就远走高飞了 妈 你看这个男人 没想到他是从国外回来的 国家大少爷 看来谢武 真是磅上大款了 也不知道故事到底看上他什么了呀 那怎么办呀 我们要是对他爸做了什么 他跟故事告状 那故事岂会帮过我们呀 故事那么优秀 他找什么样都没有 他也就是玩玩而已 只要我们让谢武 民生扫地 他会毫不犹豫抛弃谢武 哇 哇 马文 高儿真是生藏不漏呀 他以为达夫又是精业丰富的老人呢 没想到这么年轻 不会是楷模啊 谢谢大家夸奖 我需要学学的地方还很多 之后我们一起努力 哎 昨天晚上去哪了 宴会都还没结束 你人家不在了 本来我还想找你聊聊呢 昨晚多猛人呢 没躲过 还被案在强角 近了好久 新闻啊 给我出来 这是办公区禁止喧话 谁让你来 我是你被公子装的横柜相 先进来给我叫出来 这是王总和上一任总裁关系很好 你找我 对吧 那让我的彩礼怎么能消失呢 才说什么呀 我根本都不认识你是谁 少装算了 你家拿我的彩礼 这装子不会消息 我是看了协会才找到这的 那你去找说你彩礼的人 找我干嘛 那我不管 今天就要给我去 王总这里是报告区禁止宣伐 如果你想带走我们的员工 请先给我们顾总 我带我老婆回家 需要经过你们同意吗啊 你好好看看 我是你老婆 是 这就是做我老公的吓傻 天天被嫁暴 弄了干嘛 吓傻 你不能啊 郭总 郭总 你一个困扯的员工 你帮他打他杀杀杀杀了 郭总 是王总先生 我打了故事的合作方 这个男人在公司向来公事公办 估计这回 要被炒了 是他强行拉着我去结婚的 我只不过是 正当宝贝 正当宝贝 就不然当成这样了 郭总 见面员工 就是在喜欢你们贵贵的形象 你应该把他开了 你在叫我做事啊 从今天开始 本公司终止和王总的一切合作 哎 郭总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你跟我现在开玩笑吗 你未经我的同意 来本公司闹事 我觉得合作 郭总啊 我可是商业总裁的好朋友 您不能这么对我啊 那您去找他吧 哎 哎 哎哎 没问题这个女人 收了台里 你不理我 郭总我错了 你别动的合作啊 郭总 财货员工的郭总好帅啊 那可不 这可是传说中的男人 我愿意一直在这家公司 赶到退休 好了 大家继续工作吧 对吧 嗯 郭总 我觉得戏碗不是那种骗钱的人 做好你的工作 嗯 你离我那么远干嘛 毕竟因为我弄丢了合作坊 应该是生气吧 想吃什么 嗯 我问你想吃什么 你不是答应我吗 你骗我的事情 还没原谅你啊 那你怎么样 没原谅我啊 没有特殊情况 以后每天下班 必须和我吃饭 我知道我长得好看 但你也不能 不让我吃饭吧 不是 刚才 你把我交在办公室 我以为你要给我许话 是谁啊 是老婆啊 对了 那个老男人跟我说那样的话 你不生气吗 没什么好生气的 他给你的彩礼钱 恐怕还没有我给你的灵活钱多了 我有绝对自信 只要我不放手 就是我的 不过 不过你因为我 丢了一个合作方 没关系吗 那个王副总裁和咱们公司合作几乎就没有盈利过 他只不过是少年人总裁的朋友 正好趁这个机会 把他出来 那要这么说的话 你还应该感谢我啊 就知道 你这么个平面如此的人 怎么会偏谈我 你没有那么正直 今天那种情况 就算是在公司有利的情况下 我也会偏谈你的 叔 最近你是偷看了哪一本书 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那你能不能看在我突然变得这么会说话的份上 不要家暴我 你都听到了 你跟他不一样 你都这么好了 如果我再打你 就是我的问题 那就请你以后对我稍微好一点 可以吗 老婆 是你这样的 你再不出来 我叫你咋没了 你们两个给我砸 王哥 有事好说吗 参丽多也退给我 哎王总 咱不是说好了吗 你去找他吗 你给老子打个什么样 你今天比较参丽退给我 不然 让你咋个媳妇的 咱不是说过了吧 我答应一定做到 我一定把他交给你手里 一周 不不不不 三天我保证 他一定是你的 那就带给你三天时间 你敢耍花呀 不然你吃不了兜着兜 老子 这女的又想搞什么鬼 喂小婉 你最近怎么不给家里打电话了 是不是有了爱人忘了娘了 蒋兰惠 你别装什么好人了 巴不得我死外人 怎么会呢 小婉 我看了新闻了 你在恒永集团上班 怎么不说一声呢 你的颜颜妹妹 一直想去故事名下的公司上班 你看你能不能给安排一下 我又不是老板 我没有录取人的资本 你是有名的设计师 你去给老板提 我就不信她不答应 小婉姐 我知道我俩以前关系不好 那毕竟都是一家人嘛 你就帮帮我吧 一家人 当初你把我卖给那个老男人的时候 你没想起来我们是一家人啊 他不上钩啊 我们怎么把他骗出来啊 不急 我们一起去找他 小婉姐 你什么事我不懂事 我敬你一个 我不喝酒 诚挚总可以吧 我敬你一个 诚挚总可以吧 嗯 喂小的棒棒 这是下药啊 只要把人交给你 不就行了吗 什么狗屁设计师 不就是公司 给人打工的吗 装什么轻糕 等他真正做你的女 你还怕他不听话吗 人随便你处置 我们走了 能他有个拼吗 姑娘今晚 不知道得听我的 谁啊这是 我下班的棍杀打这么电话 哎呦姑娘 你怎么 姑娘你挑解是这是我老婆 你老婆 还没离婚呢 你不想我老婆 你那么嫌疼我 我把他救你们该怎么办 我马上打电话 我原本以为只是想把我灌醉 没想到那对母女这么阴险 打不过就下药 我等着 那我怎么收拾你 她早上怎么这么凶啊 我的衣服是你换的 我要给你洗来个澡呢 臭流氓 你成是威名 不是 那那么脏 你肯定洗澡还没上上睡觉嘛 那你就自己睡床上 白白瓣地上下巴上不都行吗 我觉得床上比较稠后 那你其实什么都看到了 我会对你负责的 我女后生那条巴怎么来了 开水烫了 你会小心点 看着不像是 那这巴痕到底是怎么来的 谢谢设计师 今天早上我好像看到顾总了 那怎么了 顾总今天好像腰部太好了 现设计师想什么呢 你是不是也觉得顾总那方面很厉害 我说什么呢 她不是那样的 我说说怎么了嘛 你又不是她老婆 你怎么知道她不厉害 是啊 我先打个咖啡 请你喝 妈 妈 你们真的要这样吗 关键时候顾时就总谢了 顾时不要人只要彩礼 所以 我们要在谢雨年身上下手 妈 这可是杀人呢 我们拿不出钱 往后让我们生不如死 喂 喂你好 李小姐 你的父亲刚刚身体出了状况 现在正在抢救 什么 我马上过去一上等 你姐 开始送你 走 医生怎么样 病人已脱离危险的 那他到底什么情况 凌晨复视潮黄室 发现病人没有了呼吸 怎么会这样 不是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准备做手术了吗 我们也奇怪 没有检查到他身体有什么异常 只能等他醒来 再询问一下情况 怎么会这样 我够饭吗 没了 只能做这一切都毫无任何意义 不会的没事了啊 你现在需要做就好好休息 好吗 我陪你 应该随便你 好吗 你没事吧 哎慢點 我還以為差點 見不上你們了 到底怎麼回事啊 這都是 南監會母女倆搞的鬼 什麼 其實 你你快去死吧 你死了 就能拿到保險金了 沒想到這對母女這麼惡毒 對我下誤就算了居然還對你動手 什麼 爸你別擔心 我沒事 都是太久的我 不不好 這是你男朋友 不不好我是大人人 萬萬 你結婚了 嗯 不好意思啊爸 這件事我不知道跟你說 對你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畢竟你要手術了 所以就沒敢跟你說 肯定是好事 女兒找上心愛人了 我高興 還來不及呢啊 哈哈哈哈 不也是 誰啊 我 我 啊 啊 啊 將來問你做了什麼壞事嗎 見到警察拍成這樣 誰怕了 你帶警察到我家 誰知道你耍什麼風 江女士請你們跟我們走一趟 聽什麼呀 昨夜凌晨你們母女進入醫院 有殺人嫌疑 請陪我們調查 鏡控有拍到嗎 當事人有看到嗎 你們這是污蔑 當事人是污蔑聽到你們的聲音 並且現場枕頭上有你們安人指紋 謝婉 媽 媽 您找我什麼事 我們不能這麼做一代兵 必須把謝婉趕上家去 但是沒辦法 爺爺就以為她是江人 很喜歡她 其實是不是江人 已經不重要了 老爺爺只是需要把一個人當作交叛 來減少自己的負罪感 愧疚感 好心安理得的過日子 你想找大事嗎 我給你最後一次機會 你看你結婚這麼久了 顧時 他給你買過一輛車一套房嗎 他就只給了你一百萬 換作是我可就不一樣了 如果你現在幫我 等我寄什麼名字 我就直接給你公司的股份 怎麼樣 這懶人爭遺產 跟我有什麼關係 搞了半天你根本就不知道啊 爺爺說了 誰能夠找到 並且照顧好江人 誰得到的遺產就更多 不然 你以為故事為什麼會找上 難不成 真的為了那一文不值得 別搞笑了 他是商人 放在首位的肯定是利益 跟我有能給你的更多 你要是再不放水的話 就把光你的頭 跟你說什麼 血口這麼緊 他想跟我聯手 故事會不會真像故意說的那樣 並不是為了哄爺爺開心 也是因為 繼承更多的遺產才找上我的呢 那故事拿到遺產後 我們的婚姻就終止了吧 為什麼 我會覺得心痛啊 多吃一點啊 爺爺 我今天帶了一個人回家 這是 爺爺 他叫唐月 我怎麼覺得 這人有點眼熟啊 當然 爺爺 您也可以叫他 江然 爺爺 上次找人冒充江然的事 還沒讓你找記性嗎 爺爺我知道錯了 但他真的是江然 所以你的意思 希望是假的 什麼 這個是假的 你憑什麼認為我是假的 我就知道你會這麼說 我突然想起來 真正的江然他身上有一塊 梅花胎記的形狀 而他的身上剛好有 你呢 你記得胎記在什麼位置 你聽你說 我倒是想起來了 壓根就沒提過 江然有胎記這件事情啊 故事啊 你可不能告訴他答案了 哈哈哈哈 不會有人 連自己的胎記都忘了在哪吧 就要你的情況 告訴他 後腰 我的胎記也在後腰 這丫頭怎麼知道的 這麼巧嗎 我的胎記也在後腰 既然這個江碗身上也有胎記 那要不比比誰的更真實吧 不可以 怎麼這麼著急拒絕 難道是知道胎記的位置 但是身上也沒有沒話的 好黑 把衣服掀起來讓大家看看 你看看 是這個胎記 他怎麼會 謝婉 這下 到你給大家看看了 她是我的妻子 怎麼可能隨隨便便 讓人看 哥哥 你不記得我了嗎 我不記得我爹還有一個女兒 我知道 這麼多年 你們對我已經沒有感情了 我也不想再回來打擾你們的生活 只是我聽二哥說 有人冒充我 所以才想回來結算片子的責面目 謝婉 你有什麼不能露胎記的原因嗎 那個人到底是誰啊 為什麼會跟我有一樣的胎記 我真的是僵然嗎 沒關係 以後 除了我之外 不會有人知道那個八行 我不會讓任何人檢查你的身體 那要是這樣 我們的交易就失敗了呢 因為一條小小的八行 我們就功虧一虧 你不生氣嗎 我 有對你生過氣嗎 我疼你還來不及了 不實是喜歡我的八 我也有梅花太盡興了 只不過在福利院的時候 被燙傷了 現在看不出梅花形狀 這剩下一條小小的八痕了 不少 你一直都很漂亮 它只不過是一條八痕 不用自責 好嗎 誰允許你和我們不一樣 射上一紅花的 要是大人們喜歡你的紅瓜 先把你靈讓我怎麼辦 關你們什麼事 兒子 你把大家喊過來 說送料的事情到底是什麼 別急啊媽 我覺得光有一個梅花胎結還不夠 我還找到了一個重要的人證 這對母子倒是挺會一唱一和的呀 抱歉啊 讓大家久等了 她就是福利院院長 她是最能指認出誰是真正的江人 佩正 您來的正好 我這兒有一張照片 您看一下 這是誰 我小時候的照片怎麼會在她那兒 難道她見過院長了 這照片上的人不就坐在這兒嗎 都長這麼大了 真漂亮 哪有啊 燕總你又開玩笑 聽說謝婉也是你福利院的 那你有她小時候的照片嗎 當然有 這個就是她 謝婉 你這小時候和我們江人 長得也不像啊 難不成長大整容了 院長 你指的那個人 不是唐月嗎 你們都是我收養的 我還能認錯人嗎 所以說 他們兩個在同一個福利院 然後謝婉頂替了江人 謝婉啊謝婉 沒想到你這麼有心機啊 你還有什麼好解釋的嗎 給你機會不合作 這是你自找的 院長 他到底是不是假的 你心裡最清楚 他 他當然是真的 他就是江人 看樣子 院長已經和故意穿通好了 爹 我覺得 院長的話也不能平行 指不定他是受了這個好處 你少死牙子嘴硬了大哥 你怎麼現在還在袒護他 現在沒有確信的證據 這還不叫證據啊 我看你啊是怕爺爺責怪你吧 是胎戒還是紋身蛇知道嗎 這萬一 你能換太子嗎 我犯錯了我甘願受罷 但是如果讓謝婉受到這種 沒有由來的委屈 絕對不可以 你 哎 救護車 救護車 你 把自己爺爺都進去醫院兩次了 你還好意思讓謝婉擔了顧家 事情的起因會必是 咱們先等醫生診斷好了 大哥 我要是你 我就把謝婉趕出家門了 什麼時候能跟你說話了 等著吧 你得意不了多久 哎 他們走 你們去哪 回家呀 難不成 要在這守這個老不死的醒來啊 多無聊 走嘛 病人請來說一件故事 請問是哪一位 過了 抱歉 病人說只見故事 怎麼樣 還滿意嗎 做得不錯 等我們把謝婉趕走了 你就能拿到錢了 還要 別忘了我的股份 放心 少不了你的 那就謝謝嘍 哎呦 爺爺 您怎麼不在醫院多待一段時間啊 不想待了 醫院太悶了 謝婉 你怎麼還回來 你怎麼不在家 想賴在我們家蹭吃蹭喝嗎 是我讓他們回來的 怎麼 你有意見 怎麼會 這是謝婉他騙了我們 有個騙子在家裡 誰知道哪天會不會偷我們東西 心臟的人 乾水都髒啊 好了 謝婉這段在家裡 我是看在眼裡的 他獨立 有上進心 能力也不錯 不是什麼 天然設計師嗎 爺爺 您怎麼還幫他說話呀 那怎麼說話 還嫁給了顾石 就是不是江南 不是什麼千金大小姐 那也是我們顾家的太太 不能隨便趕出去 好啦 我也累了 你們兩個 我回房間休息吧 可以 走吧 媽 怎麼會這樣 爺爺居然沒有把他們趕出家門 看來 還得再逼一把 阿哥大嫂好久不見了 在國外過得怎麼樣啊 挺好的 要不是聽說霸冰島呢 我們也不會連夜回國 我兒子顾石呢 快別說了 這次霸冰島啊 就是被顾石給氣 怎麼回事 我們先進屋 我跟你們慢慢說 爸 媽 我們怎麼來了也不說一聲 你個臭小子 我們回家 還要跟你報備呀 這就是孫瓊說的那個女人 阿姨好 我 哎 媽媽很自修呀 孫瓊阿姨好 哎呀 你就是江然吧 你長得和小時候一樣乖巧呢 怪不得我們家故事 一直圍著你團團轉 阿姨 嗯 哥哥已經結婚了 你這樣看完笑 姐姐會不高興的 結了婚也可以再離嗎 就是啊 誰不願意挑的好的呢 結婚結的好好的離婚就不要了吧你 行啦行啦 吃飯去吧 走 不跟我打招呼嗎 那塊瓦片 很硬吧 是你 要不合作吧 你現在就離開孤家 告訴我分你一點 你別剛心太嫂 誰走誰人 我還不一定 這跟以前相比 確實變了很多 聽說還學了散打 怎麼 被我欺負怕了 你知道就好 我這個人啊 沒輕沒重的 你最好別容 等於受傷的事你做 你也看到了 顧時的父母對你是什麼態度 現在全家 估計只有顧時 覺得你還是僵然吧 看到花園裡的那片白玫瑰了嗎 那是小時候的故事給江蘭種的 這麼浪漫的一個男人 給了你什麼呢 那少得可憐的一百萬 你跟我都是在同一個福利院長大的 怎麼敢用這種趾高氣揚的語氣跟我說話 他也就是覺得你跟江蘭有幾分相似才留著 說到底 你只不過是個提升而已 顧總 當年的管家找到了 但他什麼都不肯說 嗯 估計 被收買了 硬項手段 讓他開口 顧總顧總 我被故意威脅了 我真的什麼都不能說 你們可以去找江蘭小姐的保姆 他應該更清楚 我沒有告訴 無意保姆的行蹤 江蘭的保姆不治已經早日失蹤了吧 啊 我我知道他在哪 我告訴你們 我還說你 我還說你 好 請問你啊 如果不說的話我就聽了 哎呀你別臭流氓 哎呀我都說了你別臭流氓 天 你要是在這 我就家保你了 妈你这是 老爷子现在这样 我们何不帮他一半 我好让他不受病痛的折磨 调包成药性相畅的呀 吃了就一命无呼 在联合律师 在遗嘱上动点手脚 那整个顾家不就是我们的了 谁谁会是我的儿子 聪明 那你跟我说说呗 谁欺负你了 我就是 看到花眼里的那个 白玫瑰不但顺点 那你不喜欢白玫瑰 喜欢什么 红玫瑰 这么说 他不就发现我在吃醋了吗 不过你放心 我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好好办成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关系 还需要谈合约这个事吗 什么意思 这个事情 我们俩人也不要离婚怎么样 就算拿到顾家财产 也不离婚吗 顾家的财产 对我的说不算什么 我知道你 我就是说那些臭疗吗 我就是说那些臭疗吗 这男人真的因为我的一句不喜欢 就把白玫瑰全都除掉了 让开 让开 你让一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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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名就是不一样啊 三天两头的不来公司 真的是你自己家开的呀 我爸刚做完手术需要人照顾 并且我的工作任务都已经完成了 为什么不能请假啊 再说了 扣的又不是你的工资 少在这炎养怪奇 小心我跟顾总说你工作态度有问题 找我啊 顾总 这花是要讨哪位美人的喜欢呀 讨这个美人的喜欢 哇哦 哎呀 谁这么有眼光 看上我们家娃娃了 谢娃 都怪你 我现在被炒鱿鱼了 怪我什么样 你自己办事能力不足 靠关系进来 被顾总查到后辞退了 不是很正常吗 你 肯定是你让顾总这么干的 干什么 这里是销售部 谁举字撒野的 谢娃 你不会以为自己爬上了顾总的床 收到了一束玫瑰花 就能为所欲为了吧 但是是这样子的 难怪顾总不来就不见 骗子还有两个负面孔 夫人 顾总说了 今天晚上你和他不回家吃饭了 顾总另有安排 另外含情 你依然利用职务欺负员工 你被开除了 凭什么 我也就说了几句重话而已 凭什么 就请你让总裁夫人不开心了 啊 不满意 今天餐厅怎么这么多人啊 是有人活动吗 我特意没有报仇 啊 这么多人嘛 坐啊 虽然我给你的菜礼钱 没有用过 但我觉得还是亲手交给你的时候 比较有诚意 我爱你 嫁给我吧 哦 我的妈呀 才刚吃完饭 消息船这么快 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夫妻了 更不能离婚 顾太太 你故意的 你以顾太太的身份进入大众实验 我爸妈为了舆论影响 是不会让我们离婚的 而且我妈在这个期间 改变了大家对你不好的印象 并且 把那个假的江人赶出了国家 那你妈 估计在 这都多大的人了 还要这么让人不省心 这臭小子 这 这摆明了 是要和咱对着干呀 来人 把大少爷给我叫来 是 婆婆 怎么发这么大的话 大哥 又惹你生气了吧 你怎么来了 不是让你照顾爷爷吗 我这不刚准备去给爷爷送药 路上碰到了大嫂 这不让大嫂帮忙送过去了吗 药头被我换了 这老头要是病死了 也没人知道是药的问题 就算被人怀了 我也可以嫁祸到 谢碗头上 哼哼 爸 妈 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 而现在 我只爱他一个人 那你这种姜软怎么办 谢碗就是姜软 大哥 你是被谢碗洗脑了吗 没关系 我有人证 我家和院长我都埋头了 故事怎么可能还有人证 肯定又是从哪儿找来的假的 把人带进来吧 大哥 你这是从哪儿找来的残疾人 这位 是当年照顾姜软的保姆 我想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胎记的样子 可当年失踪的事情了吧 阿姨 你 你咋变成 这样了 来吧 先检查一下 你留那点时间给谁看呢 是不是怕暴露了 如果熟悉胎记的话 应该一眼就能变成这样 假的 你不是姜软 假的 你不是姜软 哎 你这残疾人说谁是假的 我没日没夜的照顾姜软小姐好几年 他身上的梅花边缘是云染的 你的梅花形状虽然像 但是周围的边缘 线条清晰 一看就是稳的 说什么呢你 我看你就是老糊涂了 你绝不是姜软小姐 姜软小姐 你像对人和善 他才不会这么骂我 好了 还是说说当年的事情吧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消失这么多年 当年 姜软小姐今晚想吃什么呀 那些片段是什么 我就是姜软 故宅门口的监控 被人故意撕坏 我也因为没保护好小姐 被刺退了 至于我的腿 是被你骂 孙穷打残了 我吗 一切都是孙穷策划的 他怕姜软 多得一分遗产 想帮设法 除掉姜软 我发现了他们的阴谋规定 他们就打破了我的腿 还利用我的家人 威胁我 现在我的家人 都不在了 我也没有什么 好怕的了 我觉得这件事啊 还是交给爷爷来决定吧 哎呀 不好 老爷子快不行了 爸 天狱路走 哭什么哭 现在应该去抢救 而不是哭啥 怕遗嘱都立好了 你们就让爸安心地走吧 你说什么呢 把KD还有得救 你现在就开始惦记轻衣出来了 我 爷爷这个时候又出状况了 有蹊跷 这药 这药不是爷爷的 怎么今晚大嫂去给爷爷送药 就出了问题 难不成是你掉包了吗 想陷害我 从走廊到卧室全程都有监控 你可以看一下 我有没有换药的动机啊 现在最主要的 不是应该把爷爷送去医院吗 谁关心人 谁关心钱 先是遗见吧 说的这么冠冕堂皇 有本事 一本钱都别拿呀 大哥 你要是这么想进校 你肯定下去陪爷爷呀 行 都不演了 都垫着顾家的财产是吧 爷爷 咱也别演呗 我联合顾时演这场戏 真不知道谁是人面寿星 爸 您别这么说 我们这也是关心你 你少在那假惺惺的了 所以 你就把我的药换了 要不是顾时有先见之明 是吧 早就被你害死了 爸 您什么时候和顾时串通好了呢 毕业在忠诚病房醒了之后 单独把我叫你去的 连谢婉都不知道 事实证明 我果然没有信出人 我会再立分遗述 我的继承人 只能是顾时和谢婉 你们母子俩 一文钱都不想得到 爸 我再顾家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功劳 您不能这么对我吧 爷爷我 我 我是您亲孙子 您不能这样吧 是啊 我的亲孙子想害死我 这笔账是得要好好算一算 是你自己到警察局置手 还是我派人把你送过去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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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欢迎你回家 爷爷 这一次 我再也不会走了 你们两个要尽快举行婚礼 答应我的事别忘了 明年我要看到我可爱的征孙 你答应了 怎么样 我知道这是吧 你现在知道了 嗯 不管你是江人 还是西文 我都给你这爱什么 我也爱你 你相信现在一百 ponto 我也爱你 有点感谢 那我 还在你 有点感谢 哪有点感谢 和声 你